在乘以π 可是你π你不可能说你直接用 用3.1是不够精确的 可能要很精确的话 到小时候你可能第十位了 那问题是你要怎么取得这个π的值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5好了 这个时候当然输入得到面积 第二个是如果我今天希望输出什么了 输出的结果原来的预设是这样 原来我们是用转型 把那个小数点转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小数点 会到比如说5好了输入 它的小数点flow有没有 因为我没有四十五路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四十五路的话 有什么方式比较简单 可以帮我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如何取得π的值 第二个的话如何让我要输出的小数点 可以到我要的位数 OK两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我们如果要取得π的值 特别注意请你利用这边上面打个input input呢在我们的那个打个input 这个input很重要哦 这个input呢你可以去到我们的那个内部 其实mass本身已经存在了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引用进来用的话 你必须要加一个input 它有个类别叫mass 这个mass我想任何语言里面都有啦 java javascript 甚至是什么php 一堆都有mass 这个mass其实就是里面放一些像跟数学有关的 跟三角有关的相关的一些方法 那一样我这个这一行应该一样 就是计算那我输入一个半径之后 那输入之后一样是一个字串5 那我把它转型 转型完之后输入5得到5 那再来的话我要怎么计算圆 那个它的圆的面积 那面积的话一定是π 乘上那个半径的平方 OK那半径平方应该没问题啦 a乘乘2 那前面的话呢你可以打一个mass 因为我有import了mass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可以怎么样 可以在这边打一个mass 点 这个时候它会把mass里面所有的方法 跟它的属性都帮你列出来了 OK 也就是说把mass当一个物件 因为把它import 你要使用它嘛 那里面的话有它的方法 有它的属性 那其中有个属性叫π 所以你打一个p 有沒有π就帮你输入了 OK那把它点两下 OK 再来的话呢 乘上什么半径的平方 OK 半径的平方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了 不过你会发现哦 半径的平方 我们是用a乘乘2嘛 其实在mass里面 我记得好像有 我们先用这个来示范 你会不会看 等一下再用mass的pop 好 那把它按OK 它输入半径为5 它出来了 可是呢现在没有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我希望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示范5就可以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哦 这个a的平方哦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你可以用mass 里面哦 有个点什么呢 点pow pow 这一个 mass点pow 另外各位慢慢有习惯了 以后呢如果你看到 假设你要用mass里面的所有方法 其实它旁边有一些相关说明 有没有 return什么呢 x 的 几次方 所以呢你就是 x的几次 那不就a 豆点 2不就好了 OK 所以旁边有一些相关叙述 那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你可以用说明 稍微看一下 那你用甜的嘛 a 然后这边的话平方 OK 这样也可以 欸 有没有 a层啊 不过其实这个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方法 那以后呢mass里面一堆嘛 那请各位 有时间的话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反正这些东西 如果你以前有code in 写过其他东西的话 到底都相通的 那最后做完之后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应该也都OK啦 那再来就是我们 如果要四舍五路的话 欸 有没有一模一样 那哪个简单 写得出来都简单啦 OK 再来的话呢 最后我要四舍五路 那我要四舍五路 特别注意喔 我如果要四舍五路 可以用一个什么呢 格式化的方法 OK 那我这个地方 做法特别注意喔 就上面这个方法 那我拿这个来改好了 直接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转型部分一定要拿掉 欸 不用转型 那你不转型的话 怎么可以把资料给做 再来的话 第二个的话 请你在加的前面喔 给他一个格式 就有点像那 以是要你按右键 你直接储存格式 给他一个格式就好了 那有点像我前面这格式 后面是要输入的资料 那格式的规则喔 特别注意喔 一定是一个双引号 里面呢一定是一个person开头 那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请你点2f就可以了 f指的是float 点指的是小数点后面两位 ok 这个感觉好像之前在java里面 有printf里面也类似喔 然后呢记得喔 请你在这个格式 跟这个变数的中间 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上一个person的符号 来代表就是说 前面这个是格式 后面是要输出的资料 他就帮你穿在里面了 而且帮你自动转型喔 转成那个文字喔 ok 所以试一下 所以我们刚刚的话呢 假设输出的是 就是这个5 ok 那刚刚没有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enter看看会不会ok 你会发现喔 欸刚刚喔 他就帮我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而且好像有失神路吧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喔 我用import的方式 把这个mass引用进来 那mass里面呢 比较重要的是取得pi 还有呢 你可以用mass.power 去取得平方 当然平方成成ok啦 不过如果说三次立方啊 或者等等的其他的 那你这边后面可以互相看成几次喔 那另外第二个部分是 如果你要格式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记得喔 这个规则是前面是你的格式 取得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点2f 中间加一个person符号就ok了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喔 计算那个圆面积喔 计算那个圆面积喔 所以利用mass 帮我们取得pi 跟那个paw 欸这两个 那mass里面还有其他的 那个方法跟属性喔 其实都可以输着看 那这部分 我想如果你有学过其他的 那个像java喔 其实概念都类似 好 会不会令人们 喜欢的 那是 词 李兰 就可以 咱们 去 咱们 从 咱们 那么 好 跟 咱们